古代名刀,历朝历代都有 今天列出的这十大名刀都是有着确切记录的孤品名刀 分别为明红刀,苗刀之祖,狐翼,龙牙,犬神,昆武刀,寒月刀,青龙眼月刀,星猴亭,龙雀刀 当然这些名刀有着不亚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十大名剑的功能和神性 所以这一期大家同样当故事看便好 如果大家之前没看过十大名剑可以先去补个课 因为今天介绍的名刀,很多地方和十大名剑剧情是相连的 明红刀,锻造者皇帝 皇帝当年锻造金剑,也就是宣言剑出炉的时候 那些众仙采集的原料还有剩余 闪闪发光的流体原料突然具备了自我意识,流入炉底 冷却后自然形成了一把三尺长的锄刀 皇帝觉得这太可怕了,手持宣言剑准备机会 没想到这把锄刀竟然化成一只红色云雀,消失在天空之中 而这把飞走的刀便是明红刀 明红刀心生怨恨,从此化作一把魔刀 东汉时期的神话智怪小说《动明记》中便有明红刀的记录 并表示这把魔刀后来由汉武帝赠送给了东方朔 在封神演义中,老子与原始天尊各有一宝具 其中老子所持的便是明红刀 也就是说明红刀在正史中从未有出现过 自从被皇帝抛弃后便一直活在小说和游戏中 也从未复仇过 苗刀之祖锻造着三苗集团内的神将 拥有着赤油 苗刀之祖为短刀,刀长一尺二 刀背随刃而弯曲 两侧开着血槽 刀身布满纹波形指甲印花纹 这种纹饰在贵州苗族地区遗存的苗刀上便可以看到 苗刀之祖刃口异常犀利 刀柄长三寸至四寸 用瘦骨夹制而成 在多禄之战中 是由手持苗刀之后大战手持宣言队的皇帝 被皇帝击败后 剑也就成为了商、周、秦、汉时期主要的武器装备选项 根据文献记载 直到三国时期 诸葛亮令蒲原造三千口刀 孙权令人造剑尸口、刀万口 剑才正式从实战中引退 而刀则成为了士族们的主要兵器 狐翼、龙牙、犬神 锻造着尚古魔逆天神将 象称这位神将在铸刀时融入了许多恶毒之物 所以这三把刀具备可怕的诅咒之力 又称尚古三邪刀 后来被夏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夏杰所获得 杰将这三把邪刀供奉于太庙中 用来给自己加buff 史料中记载 明条大决战时 商汤率军攻入夏朝太庙 突然黑云遮天 为哭声熬 龙牙虎翼全身 三邪刀化为三股妖风席卷而来 商汤大军死伤无数 汤手持轩延剑 单枪匹马冲进夏朝太庙 三邪刀无法与轩延剑抗衡 全部正碎 汤将这些碎片就地封印于太庙的地下 一千多年后的东汉末年 董卓旧部李爵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找到了邪刀碎片 如此邪刀根本压不住 建安三年 李爵在黄白城被良心斩首 上古三邪刀又重新被封印于太庙 光阴四剑 一晃又过去了一千年 北宋的著名铁匠韩琪竟然在宇都阳城 也就是如今的河南登峰的深山中 找到了夏朝太庙遗址 挖呀挖呀 一不小心让被封印的龙牙虎翼 犬神斜刀碎片又重现天日 韩琪与当时的宫廷住建师们立马开干 耗时108天 铸成祥龙伏虎 斩犬三把闸刀 由大宋天子玉皮存放于开封府 时任开封府尹包枕成为第一个开封三闸的执刀人 包枕去世后 皇室的王公贵族们都极其讨厌龙牙打造的这把龙头闸 于是便悄悄埋藏深山藏匿起来 狐翼打造的虎头闸下落不明 犬神打造的狗头闸被人盗走 并以千人精髓重新铸造犬神刀 从此这三斜刀再未重见天日 昆悟刀 锻造者上古神秘匠人 这把刀是用来切石头做玉器专用的 昆悟刀切玉如切泥 毫不费力 丝滑无比 怪谱的上古时期竟然有那么多精妙绝伦的玉器 古代的大量文献中都有着关于昆悟刀的记载 其中海内石周记和列子汤冠中 告诉我们在周穆王时期 其中因打不过只能献上昆悟刀 夜光碑以及火焕布 夜光碑现在在张叶到处都能买到 火焕布 西域至宝防火仪 据说来自火焰山 而昆悟刀呢 山海经中告诉我们 伊水西两百里有昆悟之山 其上多赤铜 方术大神郭普匹主 这种赤铜做的刀 切玉如切泥 正是昆悟刀 伊水现在位于河南的桃湾镇 不过有人根据山海经中的记录 认为伊水应该在巴蜀大地 还有人解读后 认为伊水应该是位于中东的底格利斯河 而山海经真的很有可能是一本世界地理杂志 这把西容献给周穆王的昆悟刀 后来到了始皇帝的手中 相传李斯切和氏璧做传国玉玺的时候 便是用的昆悟刀 昆悟刀一直为历代皇家宝库收藏 直到大秦咸丰连间 英法联军入侵后不知所所 韩月刀 锻造者徐夫人 徐夫人战国末年赵国人士 虽然名字叫夫人 但人家户口本上的性别可是男 徐夫人是华夏历史上的匕首铸造神级大师 比干将墨爷整整高了一个境界 但是在史书中 关于徐夫人的记录非常少 徐夫人是如何成为铸造大师的 正是因为获得了天刃的韩月 徐夫人本来是一文人 没事的时候写写诗词 一天晚上突然狂风四起 天空成了暗红色 突然无数流星划过 紧接着闪过一道金光 一声轰雷将徐夫人振晕在地 徐夫人醒来后 一切都已恢复平静 这时他看见远处有一丝寒光 于是徐夫人顶着刺骨的寒风 走近一看 竟然发现方圆十丈以内的树木 全部围绕中心向后侧倾倒 而正中的地面上 插着一块散发奇寒的陨石 徐夫人将陨石拔出后 只见这块陨石光滑晶莹 寒气逼人 秦四星月 好四匕首 浑然天成 所以后来称为寒月 徐夫人得到寒月后 鬼使神差般的竟然去求学筑刀之处 并且天资过人 满级后的徐夫人便开始铸造寒月 经过十天寒月刀炼成 当他走出门时 已经是满头百发 当年秦王被刺的时候 手持神剑巨缺 却因为太长拔不出来 差点被荆轲得手 而荆轲手持的匕首 正是徐夫人打造的 在史记以及战国策中 都有这件事的详细记录 后来赵王得知了天润寒月后 带着荣华富贵前来买刀 徐夫人告诉赵王 此刀并非凡间之物 你是驾驭不了的 赵王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 夜里派遣120名刺客围杀徐夫人 徐夫人便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 凡是被寒月所伤的 血液冻结 精疾劲断 最后徐夫人筋疲力竭 以刀自吻 韩月刀便到了赵王手中 赵国灭亡后 韩月刀也就来到了秦王手中 后来刘邦入侵 韩月刀从此下落不明 青龙眼月刀 锻造者 三国时期山西一众铁匠 青龙眼月刀是三国演义中的第一神兵 甚至关于刀的剧情比主人关于还长 关于武艺超群 却一直没有称手的武器 于是花重金集结了自家装死附近的所有铁匠 商议如何打造一把宝刀 韩月表示 光摩只要宝刀 不管打坏了多少把 都由我一人承担 不少分文 炼刀过程并不顺利 当炼到最后一伙时 天色已黑 一轮昊月当空 突然炉内蹦出强光 直射天风 铁匠师傅们都吓坏了 而此时天风正好有一条青龙路过 不料正巧被青龙击中 青龙凹不一声 从空中滴下1780滴龙血 直接龙血击刀 宝刀炼成 从此名为青龙掩月刀 方士们分析 青龙掩月刀必杀1780人 根据统计 后来这把刀总共杀了1300人 斩首480人 在三国演义中 青龙掩月刀又称冷艳巨 刀重82斤 相当于现在的20公斤 关于手持掩月刀每次下副本 比如斩炎梁 朱文丑 过五关斩六将 几本都是速通 不过熟悉正史的朋友们 承受在三国志中 通篇媒体一个刀子 其中关于杀炎梁 更是用了一个刺子 所以很多人表示 关于实际上用的兵器 是毛或朔一类 但是南梁的桃红锦 在古金刀剑路中表示 关于用的就是刀 当然今天我们就不讨论 这个话题了 恐怕只有亲自穿越 回三国问一下 才能知道真相 在出土实物和文献中 掩月刀是真实存在的 属于宋朝时期 流行的健身用品 并非战产上杀敌用的武器 后来关于败走 麦城 潘璋设计捉了关于 关于被杀后 青龙掩月刀便到了 潘璋手中 怡陵之战中 装备了青龙掩月刀的 潘璋嬉皮笑脸来战黄中 结果根本驾驭不了 被掩月刀振的手心发马 后来 关心怒杀潘璋 为父报仇 夺回青龙掩月刀 蜀汉陷落后 贵军进入成都 唐德之子唐慧 为父报仇 四处斩杀 关世子孙 从此宝刀下落不明 唐剑忠年间 当时的宰相 关波是关于的后裔 竟然找到了青龙掩月刀 之后 宝刀便传到了 大宋名叫关圣手中 没错 正是水浒传中的 大宝关圣 关圣是真有此人 南宋初十 镇守济南的猛将 屡次大战京军 当时的知府刘宇 受惊人利诱 杀害关圣 关圣死后 宝刀被惊人带走 从此青龙掩月刀 就真的不知所踪了 星庭侯 锻造者 三国时期不知名的神将 星庭侯是张飞所配的妖刀 张飞当然不用多介绍了 这把义德兄专属的妖刀 在桃红锦所著的 古今刀剑录中便有记载 当时刘备夺下荆州四郡后 张飞便去遗都当了太守 封星庭侯 张飞高兴坏了 自己花钱找了一位神将 来到欧野子的女婿 甘将曾经打造过神兵的赤珠山 准备打造一件神兵 送给自己当礼物 几斤催炼后宝刀问世 并刻上星庭侯三子 星庭侯到问世后 就跟随张飞难争备战 杀敌无数 搞得杖八蛇毛非常尴尬 后来关羽大义士荆州 张飞挂校出身 要为关羽报仇 出兵前醉酒 独打范强和张达 这二人一气之下 趁张飞宿罪潜入大营 拔出寒光闪闪的星庭侯 砍了张飞 带着星庭侯连夜叛逃动武 并将张飞手机丢弃在云阳江边 张飞身葬浪中 头葬云阳 在浪中便有着张横侯祠 而云阳也有着张横侯庙 二贼到了东吴后 便将星庭侯献给了孙权 此时孙上香背弃刘备 已经回到东吴 得知这件事后 便从孙权手中要回了星庭侯 托人将星庭侯送回蜀国 交还给了刘备 刘备则将星庭侯 交给了张飞的儿子张包 后来无数交战 孙权将范强和张达送到树营 刘备怒吼一声 张包拔出星庭侯 送走二人 以计张飞的在天之灵 张包死后 星庭侯就传到了 张包之子张尊的手中 后来未将邓哀偷渡阴品 攻取缅竹 诸葛瞻自吻 诸葛尚与张尊冲入敌军 一血奋战 最后壮烈牺牲 星庭侯从此自制作者 龙雀刀 锻造者十六国时大下国的工匠 所以这把刀也被称为大下龙雀 大下龙雀在禁书 古今刀剑录 以及水晶柱中 都有着详细的记录 苏氏在他的一首五颜诗中 也有提及 大下国的国君 匈奴人刘伯伯为人残暴 为了维持自己统治地位 特别关注武器的质量 史书中记载 每当验收武器时 刘伯伯一定会斩杀一大批工匠 比如在验收弓箭和铠甲的时候 如果弓箭射不穿铠甲 则杀工匠 如果射穿了 则杀甲匠 在他的统治时期 总共斩杀了数千名工匠 所以刘伯伯统治下 所生产的武器 都是西式珍宝 龙雀刀便是这些西式珍宝中 最著名的武器 于龙身二年所著 这把龙雀刀整体长三尺九寸 被刃有龙雀环 也就是环手刀 刀身还相有一条大金龙 刀背上刻有32字明文 意思是这把刀 比当年的战炉剑还厉害 是整个华夏服务器最牛的刀 史书记载 后来南朝宋的刘裕 攻破长安 得到了大下人的质宝 龙雀刀 到了南朝梁后 龙雀刀不知所踪 民间则是认为 赫连伯伯将龙雀刀 传给了儿子赫连昌 北魏军队大破统万城市 赫连昌被安邪申请 龙雀刀从此成为了安邪的宝贝 最后也就成了安邪的随葬品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安邪墓被发现后 我们便可以亲眼见到这件西式质宝了 南北朝时期的南京人陶虹锦 除了炼丹采药 山中修道这些日常以外 他还有一项兴趣 便是追求质宝兵器 有记录陶虹锦 曾亲自参与过 宝刀冶炼的首作体验课 因为有爱 所以编著了一本古今刀剑录 记录了从皇帝 至南梁时期 所有帝王专属 国家拥有的各种逆天刀剑 并且对每把刀剑的名称 尺寸 铸造过程 以及名文等 都做了详细叙述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买一本来研究 说不准 下一件神兵 便是出自你手